大家好,我是米爸 上届狗巴迪 我就答应大家要把比赛的视频分享给大家的 结果后边片子都讲完了 我电脑硬盘就突然挂了 今天狗巴迪我依然用第一和第三人程视角 拆了比赛的全过程 跟大家欣赏一下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也跟以后打算想去参加这个活动 和家长分享一下过比赛障碍的一些经验和小技巧 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比赛 第一个障碍就在我们起跑线前边50米 叫亚马的一技 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人和狗一起跳过前边的挡板的算 米娅妈妈在正前方 给我们正在拍照 跟米娅打了一身照顾 引起了米娅的注意 紧接着在我们前边就是一个三十度青角 就要攀爬一公里的一个小山 我们一起跑全都被这个小山所震惊了 没想到刚上就来这一处 我现在这个视角 估计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山有多陡 从上往下拍大家可以看的会更清楚 这次比赛的规则是五公里的障碍赛 沿着同样的路线要跑两圈 前边已经是经历了一次上山和下山 这个是第一圈中的第二次爬上了 沿路有人和狗喝水的补给站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甚至医疗站都配备齐全的 补给站人和狗喝水的杯子是不一样的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拿起了狗喝水的碗 自己一样喝 然后我为米娅喝了一下 但是米娅是真的不爱喝水 平常我带她跑五公里 跑完全程她也就喝两口 这儿就到了第二个障碍 逆境之旅 规则是中大行犬要负重五公斤 小行犬要负重2.5公斤 男士要负重20公斤 女士要负重10公斤 关注我们时间长的老粉肯定都知道 我们对米娅平常一向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所以负重她肯定是要自己完成的 而且既然是比赛就有她的规则 在能完成且保证她安全无意外的技术上 我一回让她尽量自己完成任务 今年的负重增加了好长的距离啊 去年的比赛负重是100米 今年我目测至少得有200米 接下来这个障碍叫圣光之愿 规则很简单 就是人和狗一起从这个隧道爬过去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家狗狗胆子比较小 就主人先爬进去 把狗狗带过来就可以了 像米娅这些都没问题 我就让她先爬进去 然后我再跟着过来 这个障碍叫巴迪的召唤 规则是人和狗同时从同一个独木桥过去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对米娅是没什么难度 但是从我参加这两次比赛看到的 确实难倒了不少边木和更大的狗狗 想顺利过这个障碍 我觉得我们主人平时就要多鼓励狗狗 给狗狗多建立信心 爱卡西亚大路 主人和狗狗从底下穿过去就可以 主人可以匍匐 也可以横着滚过去 当然我身上有拍照设备 所以只能爬过去了 这个项目我觉得对狗狗没有任何难度